大家好 每天一道菜 幸福好生活 西红柿鸡蛋汤是我们经常做的汤 但是很多人做出来的西红柿鸡蛋汤并不好喝 而且蛋花也非常的散 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技巧 大家快来看看我的西红柿鸡蛋汤是怎么烧的吧 准备两个西红柿 在西红柿上打上十字花刀 大家打十字花刀的时候注意不要切的太深 只要把西红柿的皮给切开就可以了 西红柿皮上有很多的荣耀残留 而且特别的硬 吃起来也特别的影响口感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怎么样快速的把西红柿皮给它去掉 把打好的西红柿放进我们刚烧好的开水里 我们用铲子不停的把开水往西红柿上淋 让西红柿四面都均匀的受热 这个过程大概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把烫好的西红柿从锅里沥水捞出来 用开水烫过的西红柿皮和肉已经分离了 很容易就可以剥下来了 而且皮剥下来特别的完整 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去除西红柿皮 特别的轻松 而且也特别的干净 去皮厚的西红柿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切成粗粗的细条 最后切成丁 放在碗中 准备西红柿 准备西红柿大蒜 先按扁 再剁成蒜末 放入碗中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片 切成条 再切成丁 放入碗中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菜切成段 切好后方碗里 准备一把小葱对半切开 然后我们把葱白切成葱花和蒜果放在一起 葱叶切成葱花和香菜放在一起 碗中倒入三个正宗的母鸡蛋搅散 准备一碗清水 加入一勺淀粉 用勺子把水和淀粉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倒入我们切好的料头 炒出香味 然后把切好的西红柿倒入锅里 我们把西红柿丁倒入锅里翻炒一下 把西红柿炒入西红柿汁 西红柿汁被炒出来以后 这样的汤喝起来就非常的美味 大家炒成像我这样就可以了 在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我们开大火把锅里的水烧开 锅里的水烧开以后我们来调个味 加入一勺食盐 加入一勺白糖 综合一下西红柿的酸味 再加入适量的鸡筋提鲜 这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就开始打鸡蛋呢 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把锅里的水再次烧开 然后倒入我们事先调好的水淀粉进行勾芡 开大火再次把锅里的水烧开 烧开以后倒入我们搅好的鸡蛋液 我们把鸡蛋液慢慢的倒入锅里 这样鸡蛋液就不会结块 大家一开始不要去动鸡蛋液 鸡蛋液现在还没有定型 如果去翻动鸡蛋液就会被打散 我们等鸡蛋液定型以后 再用锅铲轻轻的推动鸡蛋液 这样鸡蛋液就漂浮在汤面上 非常漂亮 这样打出来的鸡蛋花不结块而且也不散 最后加入一点小末香油 搅拌一下 好了出锅 倒入大碗中 按照我这个方法烧出来的西红柿鸡蛋汤 非常的好喝 在炎炎的下日里给家人们烧上这么一锅西红柿鸡蛋汤 又可以补充水分 喜欢的朋友就在家试试吧